給我三分鐘,你也可以成為保險專家 2019年5月 台灣通過了亞洲第一部的同婚專法 成為亞洲第一個承認同性配偶之間權利的國家 同性配偶之間權利非常多樣 這其中當然也包括了保險的權利 今天法王就帶大家來看一看 同性配偶中間有哪些的保險權利 首先第一個我們來看保險利益的部分 所謂保險利益就是要保人和被保險人之間的特殊關係 根據保險法的規定 要保人和被保險人屬於不同人的時候 要保人和被保險人之間必須要具有保險利益才可以投保 這個保險利益包括了家屬的關係 撫養的關係 善養費給予的關係 也包括債權債務的關係 同性配偶的相互之間 如果在配偶關係存在的時候 根據同婚專法的規定 同性配偶相互之間必須要 共同經營生活 而且互相附有一個同居的意義 這個就符合民法家屬的定義 因為民法關於家屬的定義是 用永久共同生活的意思 而同住在一家的人 因此在同性配偶相互之間 是屬於家屬的關係 相互之間可以幫彼此投保保險 不管是意外險、人獸保險、健康險 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有問題的是 在配偶關係終止之後 保險契約還存不存在呢? 如果同性配偶在關係終止之後 一方還從另外一方 領取生活費或者是贍養費的話 受領贍養費的一方 可以幫給予贍養費的一方投保 這是為了避免給予贍養費的一方 忽然死亡 讓受領贍養費的一方 突然失去經濟的保障 如果有受領贍養費的場合 原本所投保的保險 效力不會受到影響 只是保險利益從家屬的關係 變成贍養費的給予關係 如此而已 第二個部分 我們要看的是繼承的部分 同溫專法有規定 同性配偶相互之間的繼承權 是比照民法的規定 也就是比照異性配偶之間 相互有繼承權的規定 同性配偶相互之間 既然有繼承權 一方在投保的時候 指定法定受益人作為繼承人的時候 當然就具備了作為受益人的資格 這是沒有問題的 而縱然在沒有指定受益人的情形 依據保險法的規定 保險金就會變成被保險人的遺產 這個時候 同性配偶相互間 因為有繼承權 所以縱然沒有指定受益人 也可以基於繼承人的地位 來取得保險金 這樣子大家都了解了嗎? 三分鐘保險教室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